自从王妃落胎以后 王府里阴沉了好久 我真是糊涂了 徐姑姑 你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这可是上好的燕窝 阿月 王妃每日服用的药呢 今日的都已经吃过了 可还有未曾熬制的 这倒是有 太医摇了许多呢 可是这药有问题 你别问那么多了 即刻去医报给我 是 姑姑 来了来了 徐姑姑 我把这半个月的药 都报来了 可是有问题 我自己不敢谎言 阿月 你现在出府 去找京中 那个最有名的石大夫 你跟他说我病了 请他来府上为我诊治 别的 什么也不要多说 是 姑姑 那我现在就去 希望这次是我错了 就唱啊 长得聪明伶俐 不想也是个蠢货 是啊 我早该知道 这二房能养出个好来 是啊 空长的衣服像阿妩的样子 却满肚子地不合时宜 若不是有什么用处 我早就命人 把他们轰出去了 太后殿下心里啊 还是最疼爱豫章王妃 我与阿妩的感情 早就被伤得支离破碎了 也不差这件事 可是就凭这俩蠢货 怎么配我去罚他 是啊 阿妩自小 我是看着长大的 脾气秉静我也都清楚 纵然现在和我疏离了 可我也容不得别人来羞辱他